十勾制守牌 十勾制守牌进去看翻牌 就很容易看到顺子停牌 有太多的两头顺的一个board 给他看 居然这里是只有一对 抵队8 做了一个100万的下注 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抵队8的击中 都不如对手买牌的权益中 并且是有一个很大的劣势 是一个三七开的劣势 我可以想这里 打的保守点就是一个跟注 但是如果打的激进点 甚至可以去做一个加注 做了一个跟注 其实我觉得这首牌在这里 直接做一个加注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 转牌到了 对 因为在这个牌面上 没有任何一手牌 是对他有领先优势 嗯 而且他对许亮 是有一个 筹码的一个优势 两个人一个上顺 一个下顺 而且两位都有一个黑桃保护 对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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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这里YKIA在这里选择做一个250万的反打 但学量这里也是有一个X-9的顺子 应该是会选择支付啊 这手牌学量应该会支付很多啊 看一下 能不能出现黑桃9 一张圈 可以看到合牌的单张out没有发出来 在转牌的情况下学量是只有黑桃9的出牌 这个位置YKIA的决策是什么 底池已经来到了866万 做了一个很大的下注 在866万的底子中下注450万 许亮这里就很艰难的给他带来的难题 他知道对手的范围里面一定是没有60这手牌的 一定是没有60这手牌的 所以这里比较像样的这里的炸弧组合就是一些石沟和黑桃 所以只有石沟加的牌力啊才能打出来这样子一个下注 因为在单六成顺的面上任何的像两队赛的这样的击中都是不会打这么大的 不会让底池膨胀到这么大的 对手的范围里一定是一个球秀档的 所以这里应该是靠不动了 因为他要想对手的炸弧组合是什么 在翻牌前跟住他的范围 如果是一些A插牌的话也一定是有show down value 选择盖牌 巨量是车手牌输掉了一个800多万的底池 那个打得蛮好的 这也没有办法 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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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面上发AA67 那么两位玩家都没有什么击中 Wakiyang这里有个卡巴的绳子 那一打应该全球直接就盖牌了 这一卡巴也要卡 这一卡巴在攻队里面 它上面不接起来 接不起来主要是 这个就比较勉强 这个卡巴就在转牌就比较勉强 如果是翻牌就 做了一个跟注 Wakiyang不管发什么都可以在 发10 我刚想说不管发什么都可以再打 发10有摊牌价值 应该是过牌了 发10这里是过牌 真的不发10不发9 什么都可以打 除了9和10这两张牌之外 其他所有的牌都在它的下注范围 也许亮这边没有摊牌价值了 要打很大 至少半尺以上看一下许亮打多少 正好是半尺 半尺 Wakiyang这里的一个10好像还是能跟 这里半尺的话 手里还隔离到一张9 隔离到一张9 那么只 阻断了一些衬子 输得蛮少的 输得蛮少的 输对手的大成熟队和 6677找 6677不太会 6677有可能会在转牌有下注 因为许亮是后折 那应该是一个跟注 这个跟注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 Wakiyang这里大概率是一个跟注 面对55万的下注 他已经有跟注的欲望了 纸码先拿出来 从这个拿纸码的姿势 我已经感觉它是有跟注欲望了 这是因为他拿纸码的时候 他的手 用持纸码的两个手指 是食指和拇指 是往外扳的 那是班的 啊 这边 盆东蒙拿到了一手 EK 我直接 盆东蒙好开心哦 前面有人搞事情 做了一个加注啊 那这个盖不掉了 80万很难盖给他 现在是380万了 80万是8个前注 面对38个前注 很难盖啊 5 second All in Raisal in You have like 4 right? I think it's a tiny bit less than 4 啊 这里挺难盖的 A9排太差了 就是因为自己 自己做了加注 所以挺难盖的 果然是做了跟注 的确是他知道落后 但是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Touch的跟注 不过他们 其实权益还挺高的 这就是短牌啊 就经常你会发现 打进去80万之后 你面对一个400万 就五倍的加注 你就不行了 就没办法 只能call了 A9对AK 如果跟注 成功的话 这里是一个 就可以干掉 BONOMO了 看一下这手牌 AK对上A9 Flub A18 还是需要三张9 之前一手牌 A7是撞到了KK 但是没有把A7带走 这牌反过来 对手是Top range 看一下能不能 他也不求多了 求发个Chop吧 要不 BONOMO一旦翻倍的话 其实就挺有意思的 这个筹码分布 对 其实玩KIA就想了 就要不就 但是发张圈就没办法了 一张9 没有 9 哎呀 反了呀 对啊 这个6啊 反一下多好 I think it's 4 million forty thousand K9 对 79 BLABLAHA 是 10圈A OK I can't 0打 I can't 再进入一个 三条底持后啊 基本上 不管 不管有没有击中 都会 先打一枪再说 而且摊不了牌的情况 两个玩家在这个面上 都还 摊牌价值都还没有 都很差摊牌价值 但BONOMO这里跟住的一个 有一个 跟住的权益是很高的 45万的一个下注 BONOMO这里 有一个 黄铜停牌 有一个 顶级停牌 选择做一个跟住 看一下能不能出一张钩 真的是一张钩啊 真的是一张钩啊 更稳了 但是Y can't 这里是没有东西 他可以考虑在这里偷吃 190万的地区 还挺值得偷的 但他要想好 这里偷吃的话 他演的范围是什么 如果偷的话 就是一个满 至少120万以上吧 看一下他会打多少 190万的地区 打95万 打半匙 很标准的一个板子 很标准的一个板子 那这里BONOMO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跟住 因为是 有画面 有攻对面 他的顺子其实很好地做一个跟住 我不知道他还多想说 他还考虑什么东西 还是一个跟住 这里没有别的做法 好像已经两次三条接不拉被抓了 这里YKINGYANG做了一个跟住 用他的AXKING 那雪亮这里也是AXKING 这里应该AXKING是个LIMP跳 做了一个120万的加住 那这里YKINGYANG是可以考虑直接做一个加住拳下 AXKING非常的多 真的很大的这个牌 他果然是做了一个加住拳下 哎呀 那这里BONOMO是捡便宜了 这里BONOMO现在非常开心 不过看到两家玩家是一样的AXKING 就还好了 BONOMO是希望 两个玩家直接做了一个拳下的对抗 然后他就坐受余温之力 一下子就往前进了一个Money Jump 这等于说是 如果这里 许亮被淘汰出局的话 那么 BONOMO就拿下了 就free roll了一台 一台 这等于说是 法拉利亚 哦 在美国车是很便宜的 应该是 三 两到三台法拉利亚 那这里是没有发出花的组合 两个玩家分持 在这个阶段 支持打光多少呀 AK吗 嗯 这个阶段 所有人的筹码都被AK cover 所有人的筹码都被AK cover 就是说目前没有人能够起到AK 翻前 啊 选择这欧印啊 好 这我来看一下肯定是跟不住的 勾勾做了一个 哈哈就是要打你脸 勾勾做了一个加注之后 他做了加注我听成欧印了刚刚 好 后面这边是加注100万 100万折 那么底池来到212万 这是一个大底池啊 哦 难得的在翻后看到一个加注底池 然后就过排到摊牌了 哦 这样的话翻牌来到986两张红心 这里 YKL这边有一个卡7的顺子 勾勾目前是个超队 在这里勾勾 呃 面对对手的这个range 还可以 对 还是可以需要保护的 嗯 但他后手760万 他这里要思考了怎么打 啊 这里选择过牌 那这样子的话 翻牌 可以看到转牌的一张 比勾大的牌都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这里如果他 既然在这里选择过牌的话 那可能在这里继续要过牌了 因为你勾勾摊牌价值很好 如果你翻牌没打 再转牌 出了K之后 估计也不会打了 真的要像你说的过牌到摊牌吗 我是觉得许亮这里不会打的 那他是选择过牌了 对 那合牌是一张9 嗯 来了一个后门花 这样的话吧 YK这里不太好摊啊 两条街的这个过牌过牌 其实YK这边要打的话 除非打特别重 对不然是很容易被 对所以就放弃了 真的是过牌过牌的 你是神仙吗 你哪里看到最后牌 没有没有 就是 就是胡说八道的 然后刚好中 挺厉害的 但是A的叠牌 葫芦组合一定是最多的 哪怕是在长牌中也是这样子 多多观察就会发现 因为对手的 呃 进持的手牌范围啊 一般都是 就是 就是 AX的 组合是大量的 大量AX的组合 嗯 所以在同样的一个 叠牌面上 但凡叠牌叠张是A 对手葫芦组合会比 其他叠张的 葫芦组合要多 一定的 哦 这里是一个 顺花双抽 嗯 哇 真的 顺花双抽非常厉害 现在 是的 我们的 学长这里 有可能第一条阶 都不一定跟住啊 嗯 它的牌没有发展面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那这里很有可能 直接盖掉圈吧 非常有可能 最多跟住一条阶 最多跟住一条阶 拿来进行思考 可能是不是在这里做一个炸火 这里选择做一个低频率的炸火 组合非常多 但是正好对手手里是超强听牌 这里是一个 买花 兼卡六 然后上卡十的一个身子 双头卡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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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外坑啊 胜率非常非常高 这个听牌是比全牌要厉害 而且是远远压制成牌 外坑要选得跟住 这一转牌就能有提升 转牌几乎没有牌不能提升 你给我发一张看看 你看 嗯 直接就发中 卡到 转牌几乎没有牌 太多了太多了 草花A 对 只有A78 K 只有A78 K圈 只有A78 K圈 而且还要去掉红桃 这样徐亮感觉动不了了 他这里过牌给对手射陷阱 就 对手不管在腹部用什么跟住 感觉吞上这张牌掉了 都还蛮危险的 过牌 选择过牌 嗯 过牌一张圈 哇 红桃圈 那么越打越强了 越发越强 他这边变成圈八两队了 反而是 从炸弧变成了一个 有摊牌价值了 也算是不错的 而且很强摊牌价值的一个牌 那这里玩King Young 这里可以考虑 直接做下注啊 这里花到了 但这里是听牌到了 如果他演的是 他是听牌 那这里也是到了 这里的下注可能会被 许亮逃掉 许亮虽然是 因为这时候你要想了 想一点就是 对手 用什么牌 再翻牌 跟住了你的家注 要不然就成牌 要不然就 呃 听牌吧 嗯 如果他是成手牌 那么 在 转牌和合牌 顺花都到的情况下 好像是 不太会进行一个 主动下注 但如果对手是听牌的话 那么 其实转牌和合牌的 六合红桃圈 使得对手的顺 顺花抽都到了 那么这里对手的 下注范围 就几乎就只有value范围 对不对 对 因为这里 做这样子一个下注啊 你看直接是盖掉了圈八 想得非常的透彻 这个牌虽然圈八大 但是一定是 考虑倾向于盖牌的 看对面那桌 Flop是 9-1-9 我们这场主赛的 一个final three 真的打了非常久 隔壁桌的 final table 边赛 五万的那个边赛 已经打的只剩两位玩家了 嗯 没有 哦 我看错了 还是三位玩家 这还是一张草花六 是直接击中顺子 对 而且是有一个铜花顺听牌 嗯 梅花A可以当梅花五来用 波多么这边有一个 那子花的听牌 啊 八张梅花 八张梅花八 就搞笑了 八张梅花八 这里 Yakiyang 就吃大肉了 嗯 因为波多么只输一张牌 真的只输一张牌 600 哎呦好希望看到一张梅花八的出行啊 就想看看波多么这里能不能 逃掉 这个也是看热闹 不怕 不怕事儿大 来做一个 加注了 这里 好 合牌是一张圈 哦 他选择控制啊 没有做加注啊 也是因为 转牌已经有画面 合牌一张圈 那么 Yakiyang 在这里 低了位啊 挺好的位置啊 波多么就看了 他这里 摊不了牌 那210万里吃 只能偷啊 强行偷 所以应该 可能考虑 因为他手上有一个Nuts block 可以打很重 180万以上 那不偷的话 那就要被反打了 对 他这里不选择偷 可能也是怕在攻对面 对手的击中会比较多 他怕对手有葫芦 很难盖 而且他对两边的球码深度有点太深了 嗯 因为对Yakiyang来说 call一个200万左右的一个下注 不太吃力 这里Yakiyang 选择反打200万左右 可能不到200万 你看一下他多少 150万 150万的下注 那这里 波多么这里会不会做一个过牌加注 过牌加注到600万 想多了 想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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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